请 对了 我还想跟你打听点事呢 你知道哪能找到 靠谱的祝家阿姨吗 祝弟姐 您要找阿姨啊 是啊 现在家里房子大了 我妈一个人 根本就干不过来 我之前在中介公司里面 找了几个 有经验的吧 有嘴滑舌 还没怎么着呢 就要让我把买菜的钱 都归她管 这不明摆了要吃我的钱吗 可是没有经验的 什么都不会 我每天还得教她 我在工作的时候 已经够忙的了 我真的是没有精力 姐 现在谁找阿姨 还去家中公司找 人家都去网上找 价格透明 服务到位 关键是啊 每个阿姨都能看到 以前雇主对她的评价 你说这多好呀 往上找 这靠谱嘛 姐 好歹您也是个 时尚圈人士吧 你说现在的吃喝住行 哪个传统行业 不抱互联网的大腿 这才刚开始 欧托欧模式以后 会颠覆所有的传统行业 您赶紧先身陷士卒起来 才不至于落伍呀 真没想到啊 这么快我已经被我的助理 嫌弃落伍了 那行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不好 好 尽快从网上给我找一个 好嘞 姐 马上喂你 好 各位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璇我们的新同事 今年大四 来我们这里实习 希望各位以后 多多照顾她 好 你看她哪个老师 别在我这儿 她老师说的 晚上知道什么是真牛 大勒 那小萱以后就交给你了 行吗 小萱 大勒老师在我们这儿呢 我不跟她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跟你 听不懂中国话啊 喂 你个小丫头 骗子 你 没事没事 那各位 先去忙自己的啊 没事没事 跟我过来 那坐吧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不想跟大勒老师 没演员啊 没演员 工作跟演员有什么关系 大勒老师在我们社里面那 别拉老师老师的 他是我老师嘛 我说你们这儿的人 是不是都有毛病啊 但凡比我大两岁的 都是我老师 我去理个发吧 理发师也是摩摩老师了 去按摩吧 按摩师傅也是摩摩老师了 这满大街都是我老师 真是够了 老师呢 在我心目中 是个很神圣的称呼 教我做人 教我知识的 我敬重他 我叫他老师 这杰克第一次见面的 他谁啊 我干吗叫他老师啊 讲多了吧你 那只是个习惯而已 我们都认为 称呼前辈叫老师 会比较有礼貌 那我问你 你不叫老师 那你怎么称呼别人 直呼其名啊 大乐就是大乐 二乐就是二乐 人家国外的孩子管爸妈 还直呼其名呢 为什么我们不行啊 我虽然年纪小 但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 对对对对 你说得都对 我说不过你啊 行了 你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 没问题 反正我不跟他 我要跟你 跟我干吗 昨天呢 我帮你们K先生的杂志 做了一个评估 你们一共有十个编辑 我给大家做了张表 给每个人的文章 都打了分 你的得分是最高的 我只跟有本事的人打交道 所以我跟你 首先很感谢你的表扬 不过呢 我的工作很忙 我真的没有时间带你 不好意思 谁要你打我了 我跟你 那是帮你啊 懂吗 别纠结了 就这么说定了吧 胆反书啊 胆反书 你看 现在谁还整天带个大胆反 兜里揣三个大镜头 出门溜达 这么笨重的设备 怎么跟得上 稍重济世的灵光啊 你看 现在卡片全画幅了吧 手机高像素了吧 你们这些设备 也该换换了 说 那仅限于个人观点问题 单反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还是 好什么呀 办公桌啊 这里阳光好 我喜欢 不好意思 实习生是没有办公桌的 那我就当第一个 有办公桌的实习生吧 别怕 不用你们花钱 我自己上网定了 然后送过来 跟总说定了 拜拜 拜拜 书 来 夏阿姨 进吧 你穿那双卖色的东西就行了 好嘞 这么早就回来了你今天 来 来 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在网上请的 住家阿姨 邱阿姨 邱阿姨 这是我爸 您好 请您多多关照 好好的请个阿姨干吗呀 外边人又不了解底细 这是我所有的证件 有保姆证 健康证 月嫂证 三级厨师证 身份证复印件 不可不复印件 全在这儿了 请您过目 我都已经审过一遍了 正齐全的呢 您就放心吧 那好吧 那厨房在那边去干活吧 好 前面右转啊 好 好 怎么样 挺好的吧 你什么意思你 什么什么意思呀 你要是看我干活不满意 你也别找人来给我难开呀 妈 您想哪儿去了 我这不是心疼您吗 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前些年帮我照顾多多 现在还得过来帮我打扫卫生 我找个人帮您分担分担 您倒怪气我来了 我多冤呀 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 你真不是故意给我看的 妈 我给您看什么呀 我跟您说 我希望我妈每天的生活 那就是吃喝玩乐 每天在家里面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 您要是觉得无聊了的话呢 就去找舅舅舅妈 聊个天 剩下的活 交给阿姨去做 多好 我问你 你 你怎么就想起来 要找个阿姨的 你说 我跟您说实话吧 其实我搬到这个家以后呢 我就一直想找一个阿姨 以前住的粮食一厅 您想打扫卫生 也就干吧 可是现在这楼上楼下的 这么多地方要打扫 还有那地下室 潮气那么重 您膝盖又不好 上下楼我多心疼呀 妈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妈不是在乎钱吗 我的亲妈呀 您要是真心疼钱 就把您自己的身体 养得棒棒的 那才是替您闺女省钱呢 省大钱 知道不 好好 我给您省大钱 给您省大钱啊 不是 赵小姐 我想问一下 这个毛巾你们用了多久了 怎么了 这个毛巾啊 半年就得更换 否则容易滋生细菌 我看这个用了挺长时间了吧 这毛巾我可认识 又年头了 比咱们家多多还大的吧 我早就不用了 不是用它来擦地板吗 擦地板 那可更不行了 你看啊 这毛巾不同啊 材质可大不相同 你们家这块毛巾啊 纤维粗 用来擦石木地板啊 会影响地板的打蜡的 所以以后还是不要使用了 邱雅 您您太厉害了 您太专业了 多谢赵小姐夸奖 我们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这是最基本的素质 真好 谢谢 扔了吧 好嘞 谢谢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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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阿姨 晚上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我说你喜欢喝口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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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喜欢喝口味 等着她做好吃的吧 看她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好 请你这样再看一眼 保姆症 资格症 喂 喂 您在哪儿呢 回公司的路上 怎么了 您赶紧过来吧 那个实习生高悬 把咱们社最大的金主 郭勇贵给得罪了 怎么回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您赶紧回来救场吧 好 嗯 您快点 行 那我现在过去 嗯 拜拜 好嘞 我可跟你说好了 我您可不干 我也不会跟那个大团啊道歉 我没让你道歉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得罪的是我们 K先生最大的金主 我现在就去帮你解决事情 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乖乖地站在这儿 哪儿都不许去 直到我出来为止 明白了吗 大反书 你确定你能搞定吗 要不然跟你通通关系 站着 有什么事 凶什么嘛 站着就站着 郭会长 高晋 您来了 我被你一公子的那小姑娘 给气坏了啊 可不嘛 我这不是来给你道歉了吗 你道什么歉 关你的事 听歌的 回去把她给开了 不不不 这件事情错的是我 那个小姑娘一点错都没有 这话怎么说 来 请你看样东西 这她拍的什么乱七八糟啊这 这组照片就是 今天那个小姑娘高悬拍的 你看看 我说了吧 她价格就不给拍 拿个破手机能拍什么 还说我不懂 这个事子 她的照片呢 是有点大胆 别说你看不习惯 有时候我也接受不了 不过我告诉你啊 她现在在网络上 可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用手机拍照 是她一贯的风格 她去年在一个 国际摄影展上 拿了个新人奖呢 获奖 就拿着破手机拍照 能获奖 就是 谁告诉你呢 不会是她自己说的吧 谁说也不算 谁说也不算 这儿 你看 洪小 洪小米啊 现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策展人 大画家葛明 在国内的所有作品 都是她代理的 连她都给高萱点赞 那高萱是不是有点水平啊 照你这么说 这小姑娘真有几把刷子 坦白说吧 她的摄影观念呢 已经超过我们 杂志社里面所有的摄影师 我为什么让她来 是因为你今天这组 人物摄影 有点心意 但千错万错都怪我 我没有亲自跟你沟通好 导致有些误会 所以你要怪就怪我 好吧 我话有说回来了啊 有水平归有水平 她太对不起咋的 太装了 我好心好意地 把相机借给她 守险吧 那有这样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 不都是这样吗 她第一天上班啊 就把我这个主编 给训得一愣一愣的 我能怎么样 把她开了 一个小孩你跟她计较嘛 又显得我没有风度 所以吗 郭董算了吧 我们大人不计小人逛 给她个机会吧 好吧 痴呆变了 越来越看不懂了 老了 老喽 那郭董 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下 准备拍摄了好不好 好 你放心 她拍摄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 我盯着 有什么闪失 我亲自上 你大周别那么忙 麻烦你都不好意思啊 我工作没做好 再忙也不能让你失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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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睫毛好长啊 好长啊 长头都看不到了 还是远一点吧 我觉得你的样子吧 特别适合做一个卖萌的动作 你做一个小花猫的姿势 装傻是吧 不是装傻 叫卖萌 这样 一只手高一只手低 这样拨下去 对 这个好 来一个艾特他们开机 好了 来一个手 握拳 握拳 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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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的脸为什么不是小花猫 是老鼠呢 小花猫 喵 喵 算了 我觉得你体格吧 非常的发达 你可以试试跳一个凌空凳起来的 跳起来 好 三 我数三二一 你才跳 三二一 跳 太迟了 三二一 三二一 大哥状态倒是不错 但是表情有点太丰富了 因为你本身肢体的动作 已经挺多的 所以表情呢 不需要太多 是一种神秘感 神秘感 三二一 三二一 太棒了 再来一个侧面耍酷的吧 头低一点 这样会有双下巴吗 你在这儿帮我低一下 就不要吓了 你这上海派那种人 冷淡的杀手那种感觉吗 酷 好 我 大帆叔 说说嘛 你怎么说服那个土鳖的呀 你管人叫什么 土鳖啊 说错了吗 够了 小萱 是 你年轻 你有才华 但很可惜 你连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也没有 我问你 这是你第几次见国会长 你了解他吗 没错 他是农民出身 小学文化 但是他凭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事业 你凭什么就可以这样随意地贬低别人呢 那我也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啊 我也跟你陈述一个事实吧 我欣赏你的直率 但你的直率是你父母 努力工作换来的 你家境好意识无忧 从来不用为了生活而看人家的脸色 但这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地 对人对事毫无敬畏之心 你知道吗 刚才如果不是我说服了郭会长 你先别说 明年报社的所有赞助 全打水漂了 你一个人几句话 害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 大大叔 不不 于老师 你就别生气了 别叫我老师 我不是你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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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你干吗呀 陪你啊 这么好 必须的 这谁啊 郭永贵 就那个土大款啊 嗯 这拍得挺洋气的 是照片拍得好 你拍的 我可没这水平 我们公司新来一个实习生 是集团底下一个广告公司高层的女儿 小姑娘 多大了 二十 是 长得好不好看 有没有男朋友啊 干吗这么八卦 我们部门不是有个小男孩吗 就是那个富二代 最近跟女朋友分手了 天天萎靡不振的 我就想着说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人家对我不错 要是有合适的小姑娘 我就给人家错了错了 你说你带一个实习生 还管人家找女朋友的事 这小姑娘嘛 本性还是不错的 不过呢 世才好物 一般人都看不上来 算了别害人家了 哎呀 现在哪个年轻人 不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万一就对上眼了呢 还是算了吧 哎不对啊余志远 你干嘛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啊 别是你自己看上 人家小姑娘了吧 这种难缠的小姑娘 我宁愿我这辈子都当和尚 再说了 我现在交妻在手 怎么可能有别的想法呢 对吧 你干嘛 我干嘛你别管我 继续洗你的碗 这个 这个 点一下这个 吃吧 就有了吗 好 放心 起床了 起床了 干嘛 干嘛 那你昨天 一宿没睡 哪敢睡啊 我要证明我自己 你的高冷去哪儿了 行了 先别做了 赶紧回家睡觉吧 走吧 那照片可以了 可以了 你们对待作品都那么随便呢 喂 我玩了 那我真的走了 走吧 别劳累过度 死在我这里 到时候国际摄影界 又少了一颗明日巨星了 也是哦 拜拜 余老师 好 谢谢 佩教我老师 您现在教我做人了 佩教老师了 余老师 再见 再见 老大 你在哪里啊 我在公司 中午请你吃饭 吃饭 行啊 去哪儿 好好好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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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杜总退休了 很有可能你就是接班人 可是啊 志远 你就是这么想的吗 你现在这么拼 就是为了一级一级想望想拔 就是为了得到权势 还是为了又只要一日 能实现你的理想 最大限度地实现 你的人生价值 这一点你想过吗 志远 你可是有新闻理想的人 不然你不会为了张伟的稿子 直接冲到杜总的办公室 在大集团任职 大树底下好成粮没错 可是那一辈子就是听人使唤 是为别人的理想在买单哪 你这一点真的戳中我的软肋了 说实话啊 让你突然一下做这么个决定 确实有点为难 所以你回家 跟佳妮好好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 因为你答应跟我干了的话 头两年一定得常住北京 家里的事基本顾不上 全得指望佳妮了 你一定要去北京 一定要去 所以我让你回去 和她好好商量商量 我估计呢 头几年呢 咱们一定得打拼一下 过不了几年 我相信 这名啊 利啊 就会滚滚而来 等于可以这么说啊 提前二十年过上退休的生活 到那时候啊 你可就是老婆孩子的热炕头 踏踏实实过你的小日子 你说多好了 老大 你今天真的给我 出了一个大难题 难题吗 那所以让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 那可就等于是错过了一个时代 小秋 快过来 快点啊 老太太 老太太 你买过啊 买过啊 我还不老 别喊我老太太 太太啊 你买油跟我说呀 这么重的油多累啊 一个人领回家啊 我不是到超市去逛一逛 一看见再打折 我就抢了两棚 打折呀 多少钱呢 五十八 平时都卖六十的 太太太啊 你买贵了 什么贵了呀 我这由我老买的呢 都是五十八 都是不低于六十的 你看这 在超市啊 才卖四十九一桶 买一百还送货上门呢 这多省钱和省力啊 这太神奇了 他怎么知道别的超市 卖多少钱呢 这是 这个手机比较软件 用他一扫商品的条码呀 这个商品在所有超市的价格 都会显示出来 是吗 是是是 我 试试这瓶醋 真的 这个呀 在加勒福买是最便宜的 三块九 对对对 我这个就是在加勒福买的 就是三块九 对吧 太好了 借我玩一下啊 借我玩一下 好 那我去忙了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好爱那个邱阿姨啊 她分分钟爸妈都能拿下 我妈现在可听她了 拿下你妈还不容易啊 就告诉她 拿着卖便宜货的 怎么粘便宜就行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原来不是连手机 都不太会用吗 现在这邱阿姨 给我妈那手机上面 下载了好多应用程序 我妈每天在网上面烧品 买的那东西又好 质量也好 还便宜 我都纳了闷了 你说这网上卖东西卖那么便宜 怎么赚钱呀 你不懂了吗 现在很多网上这种商家 他卖东西不为赚钱 为烧钱 烧钱 他哪有那么多钱烧啊 再说了 赔本的买卖谁做呀 你看 你这个就传统思维了吧 现在企业要做大做强 得靠互联网思维 我给你打一比方啊 你看 这瓶酒 成本十块钱 A价买二十 B价买五块钱 五块钱 对啊 那我肯定选五块钱的呀 没错 可是五块钱的那个不得赔死呀 是 但是他们赔得起 他们背后有财团知识 赔个十年八年的 他们不在乎 那 然后呢 然后啊 他们为什么要赔钱啊 因为他们要聚拢人气 要培养客户 在他们家买东西的这个习惯 那么久而久之 A价卖得贵呀 没人去了 那全来B价了 所以说 这个按照一个专业术语来讲 叫做占领市场 懂不懂 明白了 也就是说把A价击垮之后 B价就开始涨价了 不 还卖五块 继续地赚拢人气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他们继续赔本卖这个酒 他们怎么赚钱呢 那请问 现在B价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他有人哪 用户 对 有人气 有点击量 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 非常有价值的交易平台 那么很多商家 就会找他们来合作了 比方说 在他这边卖个广告啊 卖个什么理财产品啊 他靠那些挣钱 他不光能把这个酒上 赔的钱给挣回来 还能十倍百倍地翻 他靠这个挣钱 所以感觉这个酒 好像只是他们的一个广告而已 是一个门槛 是个幌子 天哪 我觉得真没看出来啊 你这平时你也不问时事的 你现在怎么 连互联网思维你都懂了 怎么样 是不是顿时对你的老公肃然气景 有一种非常崇拜的感觉 那我可怎么办呀 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是老了 你知道吗 最近就连我的助理桑尼都嫌弃我落伍了 不行 我得好好补补课 你好好教教我好不好 行 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老师 不连网思维 干吗呢 算账啊 你猜啊 我们这个月连房租带水电煤气 外加吃喝拉撒 再加上你儿子的各种杂费 一共花了多少钱 一万多 一万多 你的基本公司加上我的 一分没涨 一个月花三万啊 怎么花的 就这样 还没算给我爸妈的菜钱呢 真是不算不知道 又算吓一跳 但是你看看啊 这全部算下来 哪样都省不了 好 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 才能跑赢账账账账啊 老婆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周总来找过我 他想我跟他跳槽 周叔叔不干了 他不干了 他不知道从哪儿捞了笔资金 准备搞一个新网络平台 希望我过去帮他做内容总监 大鱼呢 他说得很好啊 有名有利 而且还可以提前二十年退休什么的 那你赶紧呢 现在立刻明天马上就去辞职 不过有条件 不过有条件 就是 如果我要陪他创业呢 头两年我要常住北京 常住北京 两年啊 你说吧 刚租了房子 终于可以跟孩子一起住了 如果真的去了北京 一年 一年能见几次 这日子 怎么越过越回去了 还不如我们以前当周梦父母的时候 我看算了 我明天就回周总 别别别 老公 我觉得那这事有点大 我们还是再多了解了解 我是想如果这个事真的不靠谱 那我们就算了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 如果这件事靠谱了 你就忍心 让我们鼓勇分离 你怎么这么狠呢你 不是我狠 是这生活对我们狠 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什么时候才能存得下钱来啊 这三年过去之后别说房子了 连个车位我们都未必来得起 现在想想 如果这件事真能成 那也许也是好事 谁伤两年 赢得未来 对于萱萱来说 也许不是坏事 我明天也在目显 睡觉 睡觉 修正 我把萱萱哄睡着了 我也睡去了啊 行 我马上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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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又带饭啊 对啊 你上次说的八卦还没告诉我呢 说来话长着呢 再说八卦说两遍都没意思了 我们先去吃饭了啊 回头再聊 拜拜 拜拜 喂 一起吃午饭吗 我妈给我带饭了 正吃着呢 快出来吧 我买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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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我们干了这碗鸡汤 从今以后你就改名叫 萧开复 完了 你别开除了 拜拜 好的 总监 我吃完就滚 第一站先去派出所 把你吸毒的事情汇报回报 吃你的饭吧